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历史事件 改变历史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背景 罗马共和国的危机 共和制的终结 二 发展过程 凯撒的跨越 奴比恐和的决断 三 后果影响 帝国的曙光 罗马的转型与扩张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背景 罗马共和国的危机 共和制的终结 哎呀 罗马共和国的危机 这可是一段古老的肥皂剧 充满了权力 背叛 战争 还有一点点的爱情故事 如果你准备好了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 想象一下 一个没有皇帝的罗马 权力分散在几个主要机构手中 元老院 执政官 民众大会 听起来很民主对吧 但实际上 权力主要集中在富有的贵族手中 他们被称为元老院贵族 随着时间的推移 罗马共和国的版图不断扩张 但这也带来了问题 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普通的罗马农民 你去征战归来 发现你的土地 被一些狡猾的贵族占了 你会有多愤怒 这就是所谓的小农危机 许多普通人失去了土地和生计 然后 就像现代电视剧一样 有三个主角登场了 凯撒 庞培 和克拉苏 这三个家伙 组成了第一次三头政治 他们各自掌握着一部分权力 但你知道的 权力游戏 从来都不是三人形的游戏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一盘复杂的意大利面 纠缠不清 凯撒 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过 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军事天才 也是个政治家 他在高卢战争中大获全胜 但是回到罗马后 却发现自己被政治对手 庞培和元老院所威胁 于是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过河 没错 就是那条著名的卢比孔河 凯撒的这一跨步 直接导致了罗马内战 内战结束后 凯撒成了独裁者 但别忘了 罗马人对国王这个词 可是有着天然的反感 所以 凯撒的结局嘛 就是在元老院 被一群穿着长袍的政治家 用匕首刺杀 他们可能是在想 为了共和国 但实际上 他们只是开启了更多的混乱 凯撒死后 又出现了第二次三头政治 由奥古斯都当时叫乌大维 安东尼和莱比杜斯组成 但这次的三头政治 比上一次更短命 最终奥古斯都打败了所有对手 成为了罗马的第一位皇帝 结束了共和制 开启了帝国时代 所以 罗马共和国的危机 可以说是一系列政治 社会和军事问题的集合体 最终导致了共和制的终结 这段历史 就像是一部精彩的戏剧 有着复杂的角色 惊心动魄的剧情和意想不到的结局 而我们 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 回味那些古罗马人的智慧和愚蠢 以及他们对权力永恒的追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发展过程 凯撒的跨越 卢比恐和的决断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 一个关于权力 胆识 和一条小河的故事 这不是任何小河 而是卢比恐和 而这个故事的主角 就是大名鼎鼎的尤利乌斯 凯撒 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 先来点背景知识 卢比恐和位于意大利北部 古罗马时期 被视为罗马共和国 与意大利半岛北部之间的边界 按照罗马法律 任何将军率领军队 跨越这条河流 进入罗马领土 都是非法的 等于是对罗马宣战 好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公元前49年 凯撒刚刚在高卢大获全胜 他的名声和权力达到了顶峰 但是在罗马 一群贵族和凯撒的政敌 担心他的权力过大 可能会威胁到共和国的制度 他们中的一些人 包括凯撒的老对手旁裴 开始策划 如何削弱凯撒的力量 凯撒面临一个选择 要么放弃他的军队和权力 回到罗马 成为一个普通公民 要么 嗯 做点别的事情 这时 他站在卢比恐河边 面对着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据说 他在过河前 说了一句拉丁语的名言 Aliya Aacte Est 意思是投资已经制出 这句话现在常用来形容 一旦做出决定 就无法回头了 凯撒决定带领他的军队 跨越卢比恐河 这一行为 直接导致了罗马内战的爆发 这场决定性的举动 不仅改变了凯撒的命运 也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 如果凯撒当时选择退缩 也许我们今天所知的 罗马历史会完全不同 现在 让我们加点幽默 想象一下 凯撒站在卢比恐河边 他可能在想 要是我有一艘小船 或许就不用这么戏剧性了 或者他在考虑 如果我跨过去 我会不会在河对岸 找到一家好餐厅庆祝一下 当然 这些都是玩笑 但不可否认的是 凯撒的这一跨越 不仅是对罗马法律的挑战 也是对命运的挑战 最后 凯撒的决定 确实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他的行动 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终结 和帝国的崛起 而卢比恐河 这条不起眼的小河 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象征 提醒我们 有时候 一小步的跨越 可能就是一大步的历史变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帝国的曙光 罗马的转型与扩张 各位学子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古老而又充满戏剧性的话题 罗马帝国的曙光 以及 它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城邦 变成了地中海的霸主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的时光机即将启动 带你穿越回那个剑与火的年代 首先 我们得从罗马的婴儿妻说起 罗马城 据说是由那对著名的 孪生兄弟 罗穆路斯和雷穆斯建立的 他们是被母狼抚养的 这个故事 你们应该耳熟能详 不过 如果你问一只母狼 他可能会告诉你 我只是想找个宝宝坐坐 结果这俩小家伙 就把我当妈了 这就是历史和神话的区别 历史需要证据 而神话只需要信仰 罗马的转型 从共和国到帝国 这个过程比一部肥皂剧 还要复杂 共和国时期 罗马人民享有选举权 参议院掌握大权 而且每年都会选出 两位执政官来管理国家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权力开始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 日益尖锐 这就像是 你在家里和兄弟姐妹 争遥控器 开始还是好生好气 最后可能就要 上演一场家庭版决斗事 然后 就是那个著名的凯撒大帝了 他不仅是一位军事天才 还是政治家 作家 简直就是古代版的 全能型选手 凯撒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他在高卢战争中大获全胜 然后回到罗马 跨过了卢比恐和 这一跨 可不仅仅是和那么简单 这是对罗马法律的公然挑战 他的这一行为 就像是 你在图书馆大声喊话 既违规 又惊世骇俗 凯撒的野心和成功 引起了其他贵族的恐慌 最终导致了 他在元老院被刺杀 这件事告诉我们 即使你是天下无敌的英雄 也得注意 背后可能有人拿着小刀 凯撒的死 标志着共和国的终结 和帝国的开始 接下来 我们有了奥古斯都 也就是乌大维 他是凯撒的养子 也是第一个罗马皇帝 他的政治手腕非常高明 他没有直接宣布 自己是皇帝 而是采取了一种 更加微妙的方式 让罗马人民觉得 共和国依然存在 而他只是首席公民 这就像是你告诉你的室友 你只是首席洗碗工 实际上你掌握了 整个厨房的权利 奥古斯都的统治 开启了罗马的黄金时代 也就是所谓的 奥古斯都和平 在他的领导下 罗马帝国的疆域 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经济繁荣 文化艺术得到了发展 这个时期 罗马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吸尘器 把地中海周边的文明 一一吸纳进来 罗马帝国的扩张和转型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塑造了西方的法律 政治体系 还对语言 建筑 工程等多个领域 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可以说 没有罗马 我们今天的世界会大不相同 最后 让我们记住 历史是由人编织的 一幅幅复杂的图案 而罗马帝国的故事 就是这幅图案中 最耀眼的一部分 好了 时光机要关机了 希望你们在这次穿越中有所收获 下次再见 亲爱的观众们 这次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了古罗马的共和国时代 见证了共和制的终结和帝国的诞生 这个故事充满了政治阴谋 权力游戏和战争 就像是一部剧集 让人欲罢不能 我们看到了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 权力分散在几个机构手中 但实际上被富有的贵族所垄断 随着罗马的扩张 普通人失去了土地和生计 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 然后我们遇到了三位主角 凯撒 庞培 和克拉苏 他们组成了第一次三头政治 但最终凯撒的野心和成功 导致了他被刺杀 接着 奥古斯都成为了第一位皇帝 开启了帝国时代 这段历史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思考 权力的集中和贫富分化 导致了社会的动荡 但也有一些英雄的出现 他们试图改变这一切 凯撒的跨越卢比恐和 奥古斯都的统治 都是历史的转折点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认为 共和国的终结是必然的吗 你们觉得 凯撒和奥古斯都的行为 是正确的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留下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记住 历史是我们的镜子 通过了解过去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现在和未来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